在經過了重酬的關卡之後 六支隊伍現在產生了三支晉級隊伍 分別是我們的陸軍 海軍 以及憲兵 而且元君我聽說啊 資通電軍後來是在敗部復活的 這個血戰當中勝出 拿下四強才最後一張門票啊 沒錯 你不知道下班之後 我們經過多少機箱 我身上還你看 還有七彈 還真到的七彈啊 打到左鍋台去了 欸 那你覺得喔 哪一支軍種能夠獲得今天冠軍的寶座呢 大家怎麼覺得啊 六支隊伍 好好好 五支隊伍 好了 可以了 哇 聽起來 所有的人都非常有自信啦 對 沒錯 大家應該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一七衝風 Day 2 Action 經過前天的私下 現在第一場的決賽是 陸軍對戰海軍 陸軍有什麼話想要對海軍說呢 我今天看到海軍的氣勢 我覺得我們陸軍贏定了 哇 那海軍這邊有沒有什麼要回應的啊 Go Navy 隊伍 比特 阿米 啊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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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第一場比賽呢 是由卓黃色被章的陸軍忠誠隊 對上卓藍色被章的海軍綜藝隊 那相信大家是經過兩天的休息 應該喪屍流失的體力已經補足了 到底是勇猛頑強的陸軍劍兒 能夠發揮馬格果實的實力 還是水上側飛馬 攤頭劍起弓的海軍能夠獲勝呢 我們拭目以待 我覺得圓軍你的中文造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開玩笑我們可是允文允武的 現在看到 現在的是海軍伏範的到老前陸軍 非常積極的做一個攻擊 看起來海軍這邊似乎是有一些不同的戰術的下達 那海軍他們的戰術是不是有點犧牲打的狀況 看起來海軍真的是整個都押到終線來 等一下 布軍也是 來 來 到了 畸軍搶我 現在裁判也介入 現在裁判也介入 其實講到海陸大戰 這不只我們台灣 這是國際上的都有了 對 有盾牌出現 現在陸軍這邊有盾牌了 有盾牌了 原來這些iqu shifted 哇 兩邊都有盾牌了 兩邊都有盾牌了 兩邊的攻勢其實也是非常的接近 他們用的戰術是一樣的 盾牌在前後面的人 掩護後面的人實施射擊 其實相同的戰術 就要看到說 你在執行上的一些細節 哪一邊做得比較好 他們現在 因為看到陸軍這邊 攻到海軍那邊去了 沒錯 等一下一樣在我們七分鐘的時候 會實施戰場救援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就是決定 誰贏誰輸的一個關鍵 除了這個盾牌卡的一張神卡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張是 裹傷再戰卡 是 哪邊的軍隊拿到裹傷再戰卡 只要將卡片拿給遺物組的教官 就可以使剛剛戰亡的隊友 重新回到戰場上 那拿到這張卡呢 可以說是荒漠中的甘泉 淡盡良全的援軍 沒有 你剛剛是在叫我嗎 援軍你想太多了 好 現在時間是時事佔領的部分 偷送人員四號 好的 現在海軍跟陸軍這一邊呢 都要看是用雙人拖曳的方式 還是單人拖曳的方式都可以 現在海軍的部分 他們是用盾牌 在掩護這個賞兵的部分 陸軍這一邊看起來 是已經完成支血帶的困綁了 好 現在用雙人拖曳的方式 好 海軍的部分也完成 兩個都是使用雙人拖曳的方式 那記得喔 再次提醒喔 要衣官跟你說合格了 你這個任務才算完成喔 陸軍有人直接站起來 陸軍這一邊或許是希望海軍 能夠將他們炮火 集中在某一個隊員的身上 但是海軍這一邊也不會上你的檔嘛 海軍跟陸軍之間的戰鬥 真的是非常驚訝 因為兩方的指揮官其實都有 他們自己運用戰術的一個方式喔 這也可以讓我們看到 每個領導者他的這個方式的不同 所以他在事前必須要先跟隊員 好好的溝通 以及下達他的這個命令 因為溝通之後呢 隊員們才能完整的了解說 他是如何要指揮他們 並且用最迅速的方式 衝過眼睛 打擊第一任 這是相當不容易 來 寬寶寫 你現在回想起來 怎麼看你剛剛的表現 我剛剛是以先到前線這邊 以交叉眼睛的方式 然後等裁判長哨音一吹 那我就是使勁決定 馬上去躲黃色這隻旗子 我們每個人都有分配自己的任務 所以剛剛到戰場上的時候 我們就是專注於在自己的任務上面 然後執行我們每一項的一個工作 好的 經過一場決戰之後 海陸大戰的結果已經出爐啦 首先呢 公佈陸軍的成績 陸軍是153分 陸軍在射擊方面的成績 真的是比海軍來的優異啦 是 不過呢 海軍這一邊是有 奪得了一面紅旗一面黃旗 而且沒有犯規 所以海軍的成績是224分 海軍獲勝 哇 好的 等一下第二場的激戰呢 是我們的資通電軍對象憲兵 資通電軍有什麼話要看憲兵說呢 小姆放過來了吧 準備好了 我們一定不會輸了 哇 那憲兵這一邊有什麼回應 憲兵張力強 我們一定要 烏殺 Woo 好的 經過剛剛海陸大戰之後呢 現在第二場比賽的隊伍是 正義凜然 擔任三軍糾察隊的 建兵中針隊 還有反制網軍通信靈通的 通知電軍中信隊 欸 鄭軍啊 擔任三軍糾察隊跟 反制網軍通信靈通的通知 這好像跟目前的打擊 那對抗沒什麼關係啊 欸 這就錯了 我們的作戰可是全方位的 我們現在憲兵著的是黃色的背章 通知電軍著的是藍色的背章 雖然說這個聯合作戰 彼此之間有不同的專才 但是這些基本的戰術 可是深深烙印在 我們國軍人員的心中 欸 真的欸 聽你這麼一說 我想起前天的比賽 欸 這兩支隊伍 無論是沙盤頭眼 還是臨場的反應 完全不輸給戰鬥冰坑隊伍 而且可能要小心 因為前幾場比賽當中 有人是誤射隊友五分 因為真的太緊張了 有時候真的是 尤其到 可以過中線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場上亂成一團 我背章沒看清楚 打到自己人 有有有 他們現在開始了 喊起來了 而且看起來是往中線這邊 好 一樣又是用一個 要搶旗了 搶旗了 犧牲打的方式喔 好 現在憲兵奪到了 現在宏旗有爭旗的狀況 裁判要接入了 現在有爭旗的狀況 裁判也把這個宏旗拿下來了 哇 好了 現在雙方進行近距離的駁火 現在裁判把兩邊的人員都拉開 我一樣喔 我們剛剛提到了 公平的搶旗 對 這個時候就很可能 會出現霧擊的狀況 真的要看清楚啊 哇 在這個資通電軍這邊 有取得盾牌囉 是 哇 現在資通電軍這邊 已經進攻到憲兵這一邊的 這半邊來了 對 那其實憲兵也是不遑 多讓一直對於這個資通電軍來做設計 但是因為他們有這個盾牌 所以說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這個盾牌卡就是一張神卡片 真的聽到這個啦啦隊的加油打 其實相信在場上的這個紅人們 真的是宛如這個聖上限制不斷的吹起來啊 來 其實這個前天的比賽當中 也有動作戰兵 好的 好的 比賽又繼續進行當中啦 戰鬥再開 我們雙方的10號隊員呢 現在在使用直鞋帶來做包紮 對 憲兵的部分是現在自己完成直鞋帶的包紮 應該是會用單人參阜的方式 是 紅字電軍現在是非常的接近喔 對 開始攻擊 傷兵的部分 還有傷兵的林兵 是 那林兵到底要怎麼掩護 哇 大軍要進囉 大軍要進囉 欸 現在憲兵也獲得了這個盾牌卡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昨天在這個敗部復活戰裡頭看到的 紅電軍 這是他們的一個優勢 對 好的 現在看到兩方的隊伍呢 他們都已經退到他們的陣地後方 紅字電軍這一邊 至少有三名的隊員已經押到憲兵這一邊來了 是 憲兵相對是比較保守的 紅字電軍的場上 可以說是沒有憲兵的隊員喔 是 戰術用勇氣 我聽到自動電軍的時候 戰術用勇氣 自動電軍 好 比賽中止 你剛剛被抽中傷兵的角色 那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 很緊張 但是我相信我的隊友可以幫我救回脫離戰場 雖然不算中傷 但是完成任務非常爽 首先在拿到盾牌卡後 我就是這場上的輕型戰車 那我必須想辦法突破對方的包圍 然後在我切近的時候 由他當作我的車長 在後面壓住我的肩膀 讓我知道我要往哪走 我當我看他拿盾牌卡的時候 我立馬就補到他後面當車長 當一個火力掩護跟方向指引 所以這個作戰 這個方式能利用有效盾牌面積 跟後面的安全線來做一個反擊 到底是憲兵還是資通電軍 能夠拿下這個冠軍勝的門票 我們現在馬上來公布分數啦 好 憲兵這一邊拿到分數相當的高分 312分 哇 真的是非常高的一個成績耶 但是剛剛我們在看到場上 他們戰鬥得非常激烈 通知電軍的分數也是非常高 通知電軍是292分 所以恭喜憲兵晉級冠軍賽 是的 那我們通知電軍 也會繼續留在場上 等一下進行第三場的對決 是對向我們的陸軍中成隊 好的 等一下的三四名之爭呢 將由陸軍對向資通電軍 那資通電軍這一邊是從 敗部復活一路打上來的 你先來嗆聲一下吧 憲軒 又遇到了 這次我們不會放水了 看資通電軍這壯盛的軍榮 整齊的服裝 從敗部復打起來 我們真的非常敬佩 欸 怎麼會有槓片啊 槓片是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身為一個陸軍作戰部隊的指揮官 我們身上帶著一個訓練用槓片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欸 相當合邏輯啊 是是是 那我們等一下是不是為大家彼此加油一下呢 來吧 好的 現在三四名的競賽呢 比上的是藍色背章的資通電軍 以及黃色背章的陸軍中成隊 這一場三四名之爭呢 其實兩隊呢 在剛剛的四強賽都算是惜敗啦 其實就是說戰術執行得非常好 表現得相當的優異 但是沒辦法 最後就是差一點點 沒有拿到過去實在門票 但絕對在三四名的爭奪上面呢 一定會使出權力的 沒錯 人家在戰場上這一種戰略的運用 真的是一個團隊合作 其實有時候不是 重點不是在你自己 而是說團隊有沒有辦法完成任務 而且你有辦法 我們場上啊 現在每一隊師哥隊員裡面有兩個 是我們女性的同仁 女生或許在先天上 就是先天身體的條件 跟男生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你在戰場上 你面對各種挑戰 不一樣的挑戰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克服它 對 是沒有性別的差別的 是啊 哇 其實說真的 像女生現在在戰場上 也不一定就是說傷兵啊 要人家幫忙 搞不好他就是神射手 沒錯 陸軍的部分 他一直用他的手來去擋住頭 因為呢 頭部重彈的 他是算三分的成績 可是四隻重彈的 他只算一分的成績 最可能也是他們的戰術之級 其實講到頭部重彈的事情 我都要好好的稱讚一下陸軍 他們在四強賽其實是 他們在頭部重彈的這個 集到對手的頭部的這個東西 他們大概是我看到 表現最優異的 對 他們彈阻非常清楚 哇 來來來 現在可以郭忠倩了 搶旗了 現在陸軍優先搶到黃旗 陸軍也搶到了紅旗 哇 紅旗的這個分數 真的是非常的大補完啊 而且剛剛搶到黃旗的是 陸軍的女性 女孩子 真的 哇 陸軍這邊有拿盾牌卡囉 哇 在這個中軍這邊 是不是有人的這個 這樣出現的問題囉 所以他的子彈已經用力了 是 這其實在 好 後送人員 5號 好的 我們現在戰鬥在開 又是抽到5號 剛剛我們好像前進上比賽也有抽到5號 好像這個5號跟這個傷兵特別有緣 現在陸軍的戰術就是不斷地在攻擊的傷兵 對 這個傷兵在做攻擊啊 對 自通電軍現在也在掩護他們的傷兵 畢竟少打多啦 所以自通電軍接下來如果說要逆轉這個情勢 對 逆轉這個情勢的話 勢必在戰術上是要做調整的 那陸軍的部分是用單人拖移 欸 而且他們是女生來拖移嘛 對 那現在陸軍的這個盾牌手的部分 他也挺進到了這個自通電軍的上來 現在對陸軍來說絕對是要撐機強攻啦 因為人數有優勢 靠著盾牌呢 盾牌手呢 其實現在要做更積極的攻擊囉 壓迫的攻擊囉 其實是不是說這個雞彈的射擊 跟這個真槍打法的射擊 其實感覺上就像 是非常的接近的 所有人員加之關保險 好特性的經過激烈的戰爭之後呢 現在要宣佈34名的成績啦 首先宣佈的是第四名 資通電軍278分 恭喜資通電軍獲得第四名 那顧名思義呢 陸軍是以437分 拿下的第三名 哇 真的是非常的高分欸 現在是冠亞軍的對決 海軍對上憲兵 好的 接下來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我們西彈對決的冠軍戰 有帶著黃色被章的憲兵 對上帶著藍色被章的海軍 沒錯 海軍能不能 陳昌鋒破去讓 乘著剛剛的氣勢 繼續獲得冠軍的寶座呢 哇 兩支隊伍的頂尖對決啊 這場比賽絕對是精采可惜 而且這個激烈的程度 絕對是超越我們之前說的比賽 現在他們呈現了一個 就是先禮後兵的狀態 講到先禮後兵啊 其實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的這個裁判長 岡古教官也是要兩隊 再次提醒說 千萬不要做近距離的射擊 沒錯 就是保持人身安全 再來呢就是說 也是希望說雙方隊員呢 在比賽開始之前先握個手 真的是尖離後兵啊 可是在這個戰場上 除了積極進攻之外 需要很多不同的贊助 像是這個 以退為禁等等啊 不過上線上就是說 好像說你在等一個 比較好的進攻時機 當然兩支隊伍能夠殺到冠軍賽 絕對是有他自己的一套 然後大家現在一直不斷的在看表 因為等等就會實施搶棋 已經過中間 這個趕快 雙方準備要搶棋囉 我是不是等裁判想笑之後 雙方可以過中間去搶棋囉 開始搶棋啦 開始搶棋啦 哇塞 海軍對面搶到一隻黃崎 但是剛剛海軍的部分 他們剛剛在還沒有吹哨之前 就已經過中間 所以有人被判斷了 這邊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同時被沒收喔 是 在憲兵這邊好像有拿到盾牌卡囉 哇在海軍這邊也是有得到盾牌囉 好的海軍也捐證過 海軍這邊有回擊囉 面對憲兵的攻擊他們回擊囉 真的是非常近距離的結束 有點像是我們的城鎮戰 現在憲兵從後面14攻擊 背後攻擊啦 好其實我們有講到說 其實有盾牌的部分 他在前面是左向拼你 但是他的後方 真的後面 是沒有任何的反擊的 是啊 剛剛其實憲兵非常的聰明 當你專注在要偷襲人家的時候 人家從後面偷襲你 昂拉普查黃雀在後 現在雙方的這個陣體已經好完全 好啦 現在要抽出我們 保守隊員 傷患救援的 1號 好的 我們戰鬥再開 現在目前抽出的是美隊的1號 那剛剛海軍的部分是由10號地補 因為剛剛在1號在搶擊的時候已經 被判出局了 所以他們即將擔任傷患的角色 運用戰術戰傷的救護的包裝方法 以及脫衣方法回到陣地來得分 而簡單來說呢 就是在第一線的士兵 他必須要有足夠的自救 以及護救的技能 能夠支撐傷患的生命 透過團隊合作 優先完成作戰任務 直到戰況比較緩和的時候 我們再順利的後送 欸 傷患救更不懂啦 不是救人第一嗎 怎麼會說要先完成任務呢 這很簡單 因為如果說我們戰術任務失敗 可能全軍就覆滅啦 傷患更不可能實施後送 所以呢 唯有戰術任務成功 傷患才有進行後送的可能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是 憲兵的部分對海軍實施攻擊 他從後面實施突擊 但是現在被海軍反打了 被掃射啦 那其實海軍的槍法也蠻準的 我在我們面前看到 現在其實海軍已經壓迫到 憲兵這一邊的陣地了 好 我們看到海軍的盾牌手 非常非常認真的在保護他的隊友 是 可以將隊友可以做全心全意的射擊 是 比賽結束 好 到現在比賽結束 來 那你看來你覺得精神的戰力 跟這個你個人的戰技 哪一個比較重要 其實我們在打的過程中 有我們自己的那個加油團跟 有軍的加油團來幫我們加油 然後我們士氣會比較高一點 自己的戰技聽到這樣子 也是士氣高增這樣子 來 可不可以幫我們談一下 那啦啦隊帶給你的精神戰力 跟你個人的戰技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覺得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他們在給我們加油的話 我會覺得我的力量會在大增 士氣會在上升 在我手上的是憲兵的成績 他們是獲得了155分 獲得亞軍 接續要公佈的就是我們的冠軍隊伍啦 是我們的海軍 兩百八十八分 恭喜海軍 獲得我們一期中風的冠軍 是的 結續呢 我們邀請我們的國防部副部長 來為我們實施頒獎 掌勳 國防大砲 好 大家好 各位選手能夠得獎 除了展現出 平日苦練精訓的成果之外 更代表著原有高昂的士氣 以及堅強的求勝意志 才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一次 戰戰局是第一次用七彈競賽的方式 來推動我們的精神戰力專業教育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就激發起我們所有參賽選手 高昂的士氣 團結合作的精神 所以這個活動 可以說是充分地展現到 我們精神專案的這個精神 跟我們教育的目的 有型戰力和精神戰力的結合 再加上團結合作 永不放棄的精神 這就是在戰場上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 如果大家都能夠學到這個體認 並且把這個體認帶回工作崗位上 在各位的工作上 以及戰演訓的任務上 都能夠把它運用出來的話 這個單位一定是所向無敵 那這一次政戰局所辦的七彈競戰的活動 才能夠獲得實質的效益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顧部長 好的 那我們所有的競賽項目 到這邊要搞一個段落了 大家也要帶著這個氣勢 順利的完成演習任務 最後要再預祝我們所有的 國軍官兵同仁們 漢光34號演習 順利!走過! 쟁6過!